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我是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歡迎大家訂閱Youtube頻道 再按下鈴鐺,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我們現在開始今次的影片 安德魯超戰士,美洛斯 是一道很舊,很舊,還要很冷滿的特殊片 我想大家比較有印象的,就會是超級銀螺格鬥裡面 美洛斯經常拍著Reboot袋登場 不過,其實美洛斯自己是有一班隊友 這次逐一跟大家解說一下 安德魯美洛斯,就是一道跨媒體的作品 包括有雜誌寫真版,漫畫版和特殊版 定位上就是M78超人系列的外傳作品 就是1981年,超人80播完之後 首次在小學館的兒童雜誌,電視軍道首次亮相 之後就開始了漫畫的連載 不過美洛斯相關的漫畫都幾多 首先就是,由漫畫家居村真而執筆 就叫做Urudora Chotensets 居村的作品,就有第一至第五部份 分別就是,超人兄弟物語,超人超傳說 和超人超傳說,安德魯超戰士 然後就是安德魯超戰士 第四部份就是超人超傳說 第五就是超人超傳說,前進霸太郎 詳細的內容就等待再說吧 然後就是內山手老師的作品 Urudora Senshi, Ginga Dai Senso 然後就是Kata Okatejuji Sensei 分別就有,超人兄弟物語 超人兄弟物語,安德魯超戰士美洛斯 安德魯超戰士美洛斯之翼集 安德魯超戰士美洛斯物語 以及宇宙戰士安德魯超戰士 馬洛斯的戰鬥 以及宇宙戰士安德魯超戰士 馬洛斯 跟著跟著,還有祭野獸一老師的 戰鬥巴安德魯超戰士 以及Saka Okanobaru Sensei的 戰鬥巴超人兄弟 以及戰鬥巴超人戰士 最後就是Yamada Koro Sensei的 安德魯超戰士美洛斯 但是漫畫作品已經鬼死那麼多 而且啦,現在想找回來看 其實都不容易 至於所謂的雜誌寫真版 就像現在電視軍的內頁 有角色的硬招 再加上文字去解說一個故事 現在的內容通常會是說 下個月的新超人情報 而以前美洛斯時 就是連載故事 以上介紹的漫畫 就是連載去到1986年 而特攝版 就是1983年開始播放 不過特攝版就比較流流的 合共有45集 聽起來就好像很多一樣 但其實美洛斯本篇的故事 所佔的時間就很少 平均一集就大約5分鐘 而5分鐘入面 減走片頭曲 以及相迴介紹 實際上就只有不夠3分鐘 加上以前的特效真的比較趕客 所以想了解內容的話 我建議看完我這條片就算了 不過說又這麼說 對於當年的觀眾來說 應該就是一件很創新的事 因為美洛斯就有別於一般的電視作品 他就是用當時的合成技術來拍攝 打過比喻的話 就是超和版的六幕 有點像現在的超級銀河格鬥一樣 安德魯警備隊 在介紹人物角色之前 就簡單講一下相關的用詞 安德魯超戰士 就是一班身穿裝甲的戰士 裝甲就叫做Cosmodecta 中文就應該叫做宇宙裝甲 裝甲就有很多武器 也會加強自身的能力 每位戰士的裝甲都有所不同 而且漫畫版和特殊版的設定 都有少少的不同 所以漫畫和特殊版 大家就當兩個故事這樣聽吧 正如剛才提到 美洛斯是有自己的隊友 就是安德魯警備隊 隊員就合共的四位 第一位就是美洛斯 他的裝甲就是綠色為主 胸口就掛上了勇者之印 Uludoracurus 就是由左飛送給美洛斯 根據居村爭議的超人超傳說的內容 現在大家看到的美洛斯就是三代目 漫畫故事的講述 超人80完成地球的任務 回到光之角 就被古亞官達的A殺手去襲擊 過程中 左飛被人打了入黑洞 當時的初代美洛斯 就成功救走了左飛 就將美洛斯的稱號和裝甲借給左飛 而初代美洛斯的真名就叫做 Sezaru 後來左飛就將稱號 裝甲和勇者之印 就加了給Sezaru的兒子Buloa Buloa就是現任的美洛斯真名 順帶一提 美洛斯這個名字 經常都會出現一個小誤會 超人美洛斯 和安德魯超戰士美洛斯 他們其實並不是同一個人 雖然兩個都是新穿裝甲的戰士 故事經歷也很雷同 不過作者並不是同一個人 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角色 一個是M78出生 一個是安德魯人 接著第二位 就是安多諾烏魯夫 身穿紅色的宇宙裝甲 最初登場的時候 就叫做美洛斯2 後來的正式名就叫做烏魯夫 跟著第三位 就是安多諾烏魯夫 身穿橙色的宇宙裝甲 設定上 Malus就是戰鬥能力最高的一位 手上就持有著 Malus SP的裝置 去操控力量 至於漫畫版 就是由他去用三神器去戰鬥 第四位 就是唯一的類戰士 安多諾烏魯夫 身穿白色的宇宙裝甲 背後面就是一對白色的翼 看起來就像白天鵝一樣 漫畫設定中 他就是安德魯星的王女 故事中 去到地球的人間看 就叫美雪K 至於特攝版的設定 同樣都是王女 不過他自己就不知道自己的身世 就是一位不太擅長戰鬥的角色 主要在戰艦裏做支援的工作 劇中他還是尋找神器的關鍵角色 最後一位就是安多諾烏魯夫 最初登場在泰家的廣播劇 就是安德魯警備隊的新成員 身穿了紫色的宇宙裝甲 當時還是宇宙警備隊訓練生的泰家 自己就去到華星Maiji修行 剛巧遇到古拉觀彈的襲擊 就是由泰家和Aless合力 將敵人擊退 Aless還將光之勇者的稱號送給泰家 後來去到超級銀河格鬥2 泰家遇上美諾斯 從美諾斯的口中得知 美諾斯就去了加入銀河救援隊 而Aless就成為了新一任的安德魯警備隊隊長 Gua Gundam 接著就輪到介紹美諾斯的死對頭Gua Gundam Gua Gundam的分部構造 就是有一個大魔頭Gua 別名叫合身大魔帝 然後就有三大幹部 分別就是阿哥、摩洛多、姐姐、Gina 弟弟Juda 那摩洛多首持的武器就是戰斧 Gina就是用鞭 而Juda就是用長劍 Baddo Caliber 三個入面最多出場機會就是Juda 就在1984年的電影《超人物語》入面 都有一個同名的黑影神秘角色 都叫Juda 其實都若隱若現看到造型 當時就召喚出Gurandokingu 去打超人兄弟 設定上就有點像佛地魔的分靈體 Gua就將靈魂分出三個出來 成為了各自有意識的三大幹部 而這個大魔頭 去到最後兩集才露出真面目 當時三幹部被打敗 然後三個靈魂再次回歸到Gua身上 大家會看到他的真身 頭部的造型就像摩洛多 然後左邊肩膀就是Gina 右邊肩膀就是Juda 這個設定後來去到新世紀超人都有致敬 勝利外傳初次登場的Juda Spectre 以及超人X的Gina Spectre 以及Moldo Spectre 最後三個就合體成為了Gua Spectre 初版也好 新世紀版也好 終歸三個都會合成為一個才是真正的姿態 而Gua Gundam的大本型就是Gua Se 軍團旗下的手下就有三種類型 第一種就是宇宙人 例如第一集登場的Maguma Seijin 三人中 Maguma Seijin 就是毀滅了L77星 超人尼奧的死對頭之一 而第二種類型就是改造怪獸 好聽點就是軍團的機械改造怪獸 難聽點說就是圓谷好環保地 將倉庫的怪獸皮套改造重用 特攝版就有怪獸戰艦 雜誌版就有再生怪獸 漫畫版就有改造怪獸 而怪獸戰艦就有三隻怪獸登場 分別就有Gielunia 前身就是七星盒的Gielong Seiju 第二隻就是Bemuzun 前身就是Jack裡面的Bemusta 第三隻就是King Jogu 前身就是七星盒裡面的King Jogu 另外雜誌版和漫畫版都有不少怪獸登場 例如積盾、Black Kingu、Aescula等等 而且叫怪獸戰艦就真的可以當戰艦用 三幹部是會坐進去的戰艦 而頭部就是指揮室 第三種類型就叫做Fighting Bamu 就是由三幹部製造出來的怪人 不過很搞笑 製造出來之後 是要培訓一下才可以出去打 分別就有甲殼類生物造型的Dark Milla 植物造型的Bazeria 操控沙的超人版Oirro Sijunun 二人小隊的Zabitain 和Mekabarutan 最後就是擁有變身能力的Edolas 然後就是最低層的雜魚小兵 都有三種 特色版登場的就有Gua兵 而雜誌版登場的Besta兵和Giella兵 而登場在泰家廣播劇中 襲擊泰家的Imubiza 他就是Gua Gundam中的 外宇宙侵略機械部隊戰鬥隊長 不過什麼官階定位就沒有詳細說明了 我猜就是屬於Fighting Bamu 三神器 美樂斯的故事中有三大神器 第一件是美樂斯劇中用到的Andorote 第二件是最終形態的裝甲Gurandotector 第三件是漫畫版才登場的黃盜之劍 根據特色版故事的說明 就是由遠古的安德魯族科學家開發而成 而裝甲Gurandotector 就更加埋藏在地球的北極 是宇宙最強的宇宙裝甲 能夠強化使用者的數十倍戰鬥力 特色版就是由美樂斯使用 在最後一戰中 裝甲就連同Gua一齊消滅了 而漫畫版和雜誌版 就是由Marus使用 再配上黃盜之劍 普羅米修斯 一講到普羅米修斯 就想起異形前轉的普羅米修斯 而美樂斯裏面 都有普羅米修斯 還要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而這個 同樣都是一個半前轉的故事 在講故事之前 又要利身一下 以下的漫畫內容 是不可以跟特色版掛勾 亦都不可以連絡去超人的正傳故事 大家就當是第二個故事這樣聽 這個就是最初提到的 居村真義 超人超傳說的漫畫故事 裏面的第四部 普羅米修斯傳說 關鍵角色的分別有三個 第一位就是普羅米修斯 就是遠古的安德魯族人 兼三神器的開發者 第二位就是特蘭 就是普羅米修斯的兒子 第三位就是Picco 我想單體造型 大家已經想起一位超人 Picco就是遠古的M78星的小超人 長大之後就是超人王 不過大家記住 這個只是漫畫故事 官方就沒有多家描述 只是當平衡宇宙 普羅米修斯一家三口 就生活在遠古的M78 Picco就經常被人欺負 而特蘭就是他僅有的好朋友 一次超級不幸 普羅米修斯的老婆 就被怪獸殺死了 他激動過頭就亂射死光 而被M78放逐了 不過一次戰鬥入面 就成功巨大化 當時的M78 就不是人人都懂得巨大化 更加被當時的長老 稱之為傳說的巨人 故事的最後 普羅米修斯有大戰Juda 當兩人的劍碰撞的時候 就產生出巨大的力量 現場的普羅米修斯 特蘭和Juda就消失了 就剩下Picco一個人生還 這個位置就像馬砂反擊戰 裡面的阿寶和馬砂 從此 普羅米修斯就沒有再出現過 而去到M78的第五部 就要交代特蘭的下落 最後的畫面 就是幾十萬年之後的超人王 去回憶這件事情 至於特蘭的故事 就留下一次再說 不過《古拉觀談》裡面 多套作品最多描述的就是Juda 而且就算成功打敗Juda 經過幾多萬年之後 又會再次復活 就算是精神體 都很大影響力 不過設定上就是這樣 它真正的強大 就只有漫畫版能夠體現得到 特色版裡面 實力就普普通通 新世紀版本 就更加被超人X完全消滅了 而《超級銀河格鬥》裡面出場的 就是小金人穿越過去 再帶走的平衡和位體 最後的最後 再次戴回頭盔 以上的內容 分別就是來自特色版 漫畫版和雜誌版 記得不要混為一談 不知道版本會不會再次發工 推出美樂斯的最終形態呢 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給個LIKE 歡迎大家一起留言討論